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中文服务为您的投资交易提供一臂之力 我是GoMarketsAlan 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五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一条信息是 昨天世界四大中央银行当中的两家 日本央行与欧洲央行宣布其货币政策与购债规模维持不变 那作为常年宽松的日本与最近十年持续宽松的欧洲 这样的消息与报道可谓枯燥乏味 而在另外四大央行当中的另外两大央行 在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在我个人看来美联储与中国央行的政策 可能能将只有宽松这一条路可以走 在我们翻看过去的十年历史当中 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开创量化宽松政策的先河 而随后时任美联储的主席 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耶伦女士 在2015年才真正扣响加息的板机 当时的环境背景是 美国的经济情况在数据之上 已经彻底从次贷危机当中得以恢复并且起稳 而今时今日经济环境显然不允许宽松这剂猛药停下来 明明知道宽松是剂有副作用的药丸 但却没有办法忍受巨大的短期疼痛 这是规则 这也是人性 与之相对的是 在遭遇疫情冲击之后 不惜以停掉全国机器等重大代价来抗击疫情的中国 本轮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之上表现得相当克制 从这点之上可见设计者们改革之努力与决心 从去年年中开始 债券市场出现违约爆雷的情况 外部媒体只讲这是大局举债之后的恶果 却对中国忍痛尽兴改革这样的重要原因 闭口不提 论双重标准 谁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样的横向对比之下 对于我们投资者有何意义呢 我个人的结论就是 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 如今仍然处于抢车位时期 下一个十年对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来说 是大有可期的十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与转发 对于在澳大利亚想要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8658-0602 对于想在微信上找到我们的朋友 可以添加GoMarkets AU2 GoMarkets AU3 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是GoMarkets的Alan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